因為申請不到巴士亮表 男子揪著醫師的一臉氣的動手 爆發醫療衝突 這也讓前衛生署副署長喊話 巴士亮表早該廢除 因為這一張薄薄的紙 攸關能不能請到外籍看護 當家中長輩倒下 不管是吃飯照顧生活起居 還是洗澡外出看診 有著外籍看護自然會減少不少負擔 以現在行情來說 外籍看護只要兩萬多 但若是台籍看護至少有九萬 不少人過渡期只好臨時找一天三千的看護 工幫忙 剩下的日子咬緊牙根 自己顧 巴士亮表是依須用來評估民眾的日常生活功能 包括近時個人衛生照顧 如廁洗澡等七項自我照顧功能 另外還有一位平地走動 上下樓梯等三項行動能力 總分一百分以二十分為一個級距 如果分數越低代表自理能力越不足 目前申請外籍看護的標準 未滿八十歲巴士亮表必須三十五分以下 年滿八十歲則需要六十分以下 但現實狀況是很多人幾乎失能 但卻請不到人來照顧 尽管希望能讓更多長照家庭獲得喘息空間 是否能設法增加民眾的便利性 但沒了巴士亮表又擔心真的需要的人 沒得申請 在外籍看護缺工之下 相關單位也得及時廣益 避免暴力事件再發生 歡迎新聞 柴堯齊 陳其順 台北報導